那么这周呢 我们将围绕四个字来讲 叫做面向对象 那么今天呢 我们作为面向对象的一个开始 一个开始 那么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面向对象的课程 首先 首先 什么是面向对象 可能有很多同学呢 听过这个词啊 叫做面向对象 但是面向对象是什么呢 面向对象是什么呢 我刚才听到一个继承 那面向对象是什么呢 首先啊 首先呢 我们说面向对象呢 它是一种 看待问题 解决 问题的思维方式 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之后呢 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一种思维方式 那么这个思维方式呢 那么这个思维方式呢 着眼点在于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啊 就是 找到一个能够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实体 然后委托这个实体来帮助解决 着眼点呢 在于找到一个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体 然后委托这个实体呢 来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比如说啊 比如说 比如说呢 你们以后都会经历了一件事情的 租房子 对不对 租房子 那么你们租房子的时候呢 最多能够想到的是怎么租啊 找中介 对吧 OK 那你们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面向对象的思想 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找一个能够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谁呀 中介 委托他帮我去做就可以了 发生你肯定要花点钱 这个呢 是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那么 与这个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类似呢 有个叫面向过程 叫面向过程 面向过程是什么呢 首先它也是一种 看待问题 解决 问题的 思维方式 它也是一种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么它的着眼点 在于 问题是怎样 一步步步的解决的 然后亲力 亲为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说这个人没朋友 遇到任何的事情呢 都是需要自己去解决 找房子 我自己 通过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其实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介 什么网络 什么你都不能用 为什么呀 你委托对 你委托实体了 对不对 那你就自个慢慢走呗 然后看到一个房子 哎 大爷 你的房子租吗 不租 大放一个 这是面向过程的 思维方式 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要自己 亲体亲为 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一步一步去解决 那么 讲到这儿呢 我们说 不管是面向对象也好 还是面向过程也好 他们呢 其实都是一种 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么我们说 C Sharp这门语言呢 它是一个 面向对象的语言 你可能之前呢 也听过其他的 面向对象的语言 对吧 那么 那么 就一个误区就来了 是不是说 我拿一个 面向对象的语言 写的代码 就一定是 面向对象的代码 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很多学生可能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这个代码呢 是拿C Sharp来写的 它是一个 面向对象的语言 所以我写的代码呢 是面向对象的代码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啊 如果说你对这个 面向对象理解不透的话呢 很可能就是你拿 面向对象的语言 写出来 面向过程的代码 我们刚才说了 面向对象也好 面向过程也好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一个很活的 并不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固定的语法的 这样一个东西 是一个思维方式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 首先 什么是面向对象 什么是面向对象 其实呢 面向对象啊 在学习的时候呢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不要把它想象的那么难 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呢 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思维方式呢 是很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地方呢 都会用到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你刚才我说了 你们要找房子 怎么找啊 找中间 这不很正常吗 对吧 这很正常的 当然有个人家说 自己找 为什么样 出钱呗 对不对 其实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当你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你的第一反应 都是找人去做 如果你最终还是自己去做了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不想花这个钱 找房子也好 对不对 或者做其他的 你说我干嘛呀 我去这个 吃饭 对不对 对 送到我家里面 是不是 但是 有人不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呀 外卖不宜 是吧 但是想一下 如果说你有很多很多钱 花不完的钱 就 你还有这点顾虑吗 咱还听不懂 哈哈 哈哈 好这个是 灭样对象啊 与这个灭样过程的设计方式啊 然后呢 我们通过几个 我们通过几个实例 我们通过一个实例呢 我们通过一个实例 来看一下这个 灭样对象 与灭样过程的思维方式 来解决同样的一个问题 是怎样不同的 问题都是一样的 什么问题呢 小明作为一个 电脑小白 需要自己组装一台电脑 小明作为一个电脑小白 需要自己去组装一个电脑 小白白到什么程度呢 他连什么叫做CPU啊 什么叫显卡啊 什么叫硬盘呢 压根都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一个小白呢 他要自己去组一台电脑 转败 这个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用灭样过程 和灭样对象 分别来处理一下 首先说灭样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灭样过程是怎么解决的 那么灭样过程 首先第一步你要做的是什么呀 你作为一个电脑小白 你连什么是CPU 什么是主板 什么是硬盘 什么是显卡都不知道 你怎么买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你说我要组一个电脑 OK 那你要买什么零件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买呀 所以第一个呢是补充 相关知识 相关知识 对不对 补充相关知识 然后第二步 不完了 就去买吧 对不对 去买零配件 去买这个零配件 当然其实去买零配件的 可能这其中还有一些个 很多很多的细节问题要去处理 比如说 讨价还价 对不对 比如说 鉴别真伪 对不对 万一有一些奸商给你拿的这一些个 二手的呀 二手的还有好的 假的 当然这些呢 我们就不写到这里面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去买零配件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三个 买完了 买完之后干嘛 付钱 运到家里面吧 第四 组装 第四 组装 OK 那么这样呢 一二三四 到此 这个过程呢 就结束了 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面样过程来做 面样过程 咱们刚才说了 主要点在于 问题是怎样一步一步解决的 然后亲力亲为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四步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补充电脑知识 补充相关知识 那么这一步的主语 是谁 谁要去补充知识 小明吧 是不是 然后第二步 去买零配件 谁去买 第三步 运回家里边 谁带回去 第四步 谁把电脑组装起来 小明 你发现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由小明自己来做的 都是由他自己来做的 不管说哪一步 也包括说每一步里面的细节 比如说买零配件 对吧 这个细节 所有的问题 都是小明要去考虑 都是他要考虑的 这个是灭热过程的设计方式 那么灭热对象 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用灭热对象来做的话呢 就简单很多了 小明作为一个电脑小白 白的 不能再白了 是吧 那么他想去买电脑 怎么办呢 对啊 他并不一定非得要自己去 是吧 谁身边还没有个懂电脑的朋友 对不对 找一个懂电脑的朋友 老王 不住隔壁啊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 你都找到老王了 剩下的买零配件 谁去 老王 老王 对不对 老王 去买这个零配件吧 然后 至于 在买零配件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种种的细节 讨价还价呀 真假呀 之类的 用你挑战吗 不用吧 第三 需要把这个电脑呢 运回家里边 这个呢 你可以让老王给你运回去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呢 找一个 快递 找一个快递 把这个刚才买的零配件呢 运回家里边 至于这个快递 它是怎么运回去的 它是用车 是吧 三风的 飞机 轮船 对不对 至于它是怎么样运回来的 你关心吗 不关心 你只关心的就是你 能够按时给我送到了 并且我东西没坏 就可以了吧 这个是第三步 运回家里边 然后运回家里边之后呢 第四步 组装 谁 老王 对吧 老王 老王去把这个电脑阻起来 因为这个小明他完全不懂吧 他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小明做了什么事情 找到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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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吧 是吧 这就是很典型的 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找到一个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体 谁呀 老王 还有快递 对吧 找到一个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体 然后委托这个实体呢 来帮我去解决问题 我让老王去买电脑 我让老王呢去组装 我让快递把这个电脑呢 运回家里边 这些都是委托这个实体来帮我们做的 这个就是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说面向对象呢 其实并不难啊 并不难 咱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时候呢 你在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都是用的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的 大家都知道 照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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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